狗狗们在水池里细水 民众拿着扇子山风散热 希腊十二号迎来今年首波热浪 首都雅典气温一度飙到摄氏四十二度 炙热的天气让游客们大喊吃不消 雅典未成是希腊的知名景点 每年吸引无数观光客前来朝圣 不过当局担心高温造成民众不适 所以暂时关闭未成 而希腊红十字会也到场发放饮用水给缺水民众 镜头转到西班牙 湍急的水流淹没整个街道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冲走 西班牙最近遭到暴雨袭击 多个城市发生洪灾 并陆续传出灾情 像是有车子受困在水中 消防人员还必须爬上车顶 使用机具撬开车身 抢救受困驾驶 上方还有直升机一同救援 当局表示类似的意外高达两百多起 基础设施也遭到了破坏 目前正全力抢救当中 华视新闻李星陈冠城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颖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